阿西吧,老子知道了 什么叫做菊花变向日葵 那么没有了穆斯林的兰州 那还叫兰州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上一期我的视频中发生了一期惨案 是由武萨惨案引发的武川惨案 我给大家简单交代一下这个惨案发展的过程 就是因为小弟的文学素养实在有限 把这个词念成了武川惨案 其实我一开始也去搜了一下 我就在Google里面说武川惨案 结果人家就跳出来了这条搜索结果 但是我之后一看 原来人家已经考虑到了 有可能会遇到像我这样的文盲 所以人家还专门标注了一下 但可惜我那个时候没有仔细看 就把网页给关了 之后在我这个视频发布之后 就有很多小伙伴在下面留言说 言啊你这个字念错了 这个字应该念撒 然后其中有一个老的观众 我认识他的头像 也在下面留言了 但是因为留言的人实在太多 有的我回复了 有的我就没有来得及回复 我就想下一期视频的时候统一更正 然后跟大家正式道个歉 这个朋友呢也在我的微信群里面 于是呢他看我可能在视频下面没有理他 他又在微信群里面说 言啊这个字啊念撒呀 不念穿呀 哎呀我就想这哥们好执着呀 但是呢当时我因为正在跟别人聊天 所以呢我也没有回他 当时那个另外一个群里面在跟别人说事情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啊 我的手机就响了有人私信我 啊然后我拿起手机一看 言啊这个字真的念撒 啊吸吧老子知道了 我错了大哥你真的是我亲哥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这个开玩笑会开玩笑 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些朋友能够及时指出我的错误 以免我这个误导了其他年纪比较小的观众 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小伙伴 有没有接过这样的诈骗电话 哎就是对面是一个操着很浓重台湾口音 但是又一直想装出说普通话的那种感觉 他就会告诉你有人拿着你的信用卡 哎那信用卡是你的名字 然后呢在过海关的时候被中国海关拦下来了 啊而且说你呢涉嫌这种国际洗钱犯罪 然后他就会套你的各种信息 因为我当时刚来美国谁都不认识 所以每天待在家里很无聊 啊我就特别期望接到他们的电话 结果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其中一个骗子特别聊得来啊 感觉充满了欢乐啊 我那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那个人呢就一直想套我的信息 就一直问我哎你这信用卡是不是在什么地方用过呀 才会被这个犯罪分子盗用了你的信息 我就想了一下说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花莲啊 可能就是在那里啊被台湾的这种诈骗犯盗用了我的信用卡啊 就应该把他们送回祖国的监狱啊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菊花变向日葵 然后这个监狱里面啊要每天24小时循环播放菊花台啊 让这帮人彻底感受一下这个祖国大陆的爱 我就跟他瞎扯嘛 我就说在去花莲玩的路上呢 这些导游都非常的健谈 其中一个导游啊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 讲的呢就是在花莲当地的一个居民啊 常年跑在海外去搞这种变性诈骗 但是有一天呢他的父亲出门开车啊 好像喝了点酒然后就破该了 然后呢他老婆又在医院里面难产啊 最后也破该了 然后我就说呀这个诈骗犯呀真的是一个高危职业啊 一不小心呢就喊嘎藏 然后呢对面的哥们呢就就就不高兴了 当时呢他扮演的角色是公安 呃中国公安部的警官啊 那那那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啊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说警官先生你不要激动啊 我这话不是冲你啊 我是冲那帮台湾的诈骗犯啊 然后对面的人就把电话挂了 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韩国朋友在喝酒的时候 就我们两个人我就把这段故事讲给他听 就当一个笑话在讲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他说你们中国的朝鲜族人扮演的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就像是今天台湾的这些电信诈骗犯对于大陆人的那种感觉 他他自己的母亲家人就有很多接到过中国朝鲜族人打去的这种诈骗电话 而且从他的自理行间透出来对中国朝鲜族的那种鄙视和歧视 真的是异于言表 说实话我对中国的朝鲜族我之前并不了解 我一直觉得他们都属于同族 同文化同语言 应该是很亲近才对 但是跟那个韩国人聊完天之后 我才发现韩国人对于朝鲜族人的那种优越感和那种鄙视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让我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外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小伙伴给我发来一条视频 我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那个场景 是在一所小学的操场上 有一些小朋友呢穿着非常可爱的朝鲜族的传统服装 然后跟家人跟自己的父母在操场上排队 好像在举行什么活动 每一个队伍前面都有一个举牌子的小朋友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韩语我看不懂 这个他们背景的教学大楼上面的字也是韩文 然后背景传出来的这个广播喇叭的声音呢 也是朝鲜语我也听不懂 如果不是那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在中国呀 我真以为是在北朝鲜 这个视频的链接就在我的视频的下方 我建议大家花15秒钟去看一下 这条视频非常的短 您看完之后啊 再继续看我接下来视频的内容 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这条视频是发布在微博上的 而且配了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题目 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题目是这个样子的 哎心里堵得慌 哎汉语不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法定语言吗 沿边朝鲜族自治区感觉都快变成外国了 朝鲜化韩国化还是去中国化 就因为这些小朋友穿了自己本民族的服装 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 哎呀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 感觉呢中国的朝鲜族就要往独立的方向进发了 哎呀看了这帮人的留言之后啊 我觉得他们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 今天在中国动不动就穿少数民族服装的 哎呀那帮人啊都是在渗透中国啊 非常的危险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心 呃我一直觉得呀 在全中国各大酒楼 洗浴中心 以及各种大型的集会场所 都被满族人渗透了 啊你看看那帮穿旗袍的家伙 我觉得呀 他们现在正在计划着 恢复清王朝昔日的荣光 而且现在他们有些人穿旗袍 已经穿出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所以呀我觉得他们一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啊他们一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 这两天没有更新视频 呃真的不是我偷懒 是因为您看到的这一条视频啊 其实已经是我这期节目改的第四版了 做YouTuber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呃这个喷出来的节目呢 也已经有小几十期了 但说实话我自己最喜欢的 依旧是我之前讲兰州 呃还有那一期讲美斯乐的视频 呃那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因为那些视频真的是从我内心深处 生长出来的内容 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一期的内容给了我差不多的感觉 其实我在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我非常的愤怒 因为我特意的去搜了一下 这个这这所小学周围的街景 呃其实根本不是他描绘的那个样子 周围到处都是中文 呃就跟很多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样 就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混用 其实情况跟兰州差不多 但是这个人短短十几秒钟的视频 呃就完全把人往一个很极端的方向去引导 其实这一期视频我原本是想做成吐槽 比较轻松的方式把我的思想展示给大家 但是虽然我编了很多的段子 但是到后来我自己都已经笑不出来了 我只要一想到这帮键盘侠留下的这种话 让那些小朋友看到 我心中的那股无名火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压制住 真想揪住这帮键盘侠的领子 每人正反两个大嘴巴 我真的是为今天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而感觉到羞耻 大家都知道我是兰州人 在兰州市中心最中心最好的路段 就有一座巨大巨漂亮的清真寺 我敢说今天的兰州 不管你是什么族裔 不管你来自哪里 所有人都是吃穆斯林的饭长大的 在我小的时候那些穆斯林的馆子里面 都会挂一些古兰经的经文 古兰经我一句都看不懂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对于兰州人来说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把猪肉叫做大肉 其实在离开兰州之前 我对这种叫法一点感觉都没有 感觉它就应该被叫做大肉 其实这种叫法就是为了尊重穆斯林 尊重他们的宗教 尊重他们的习惯 如果从明天开始 我告诉所有的兰州人 从明天开始没有穆斯林的饭可以吃了 没有羊肉串 没有手抓羊肉 没有牛肉面 我敢跟你保证 所有的兰州人都会上街暴动 朋友们啊 除了今天河南的某一些地方 你还能找到纯粹的 所谓的纯种的汉人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 全都是混血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各种学术资料 中国早就不是一个 以汉人血统自居的这么一个种族型的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汉文化之上的 什么是汉族 你认同汉文化 你就是汉族 就以我外婆家来举例子 其实他们的五官结构 他们的五官的立体程度 去跟今天的河南地区的人民去做对比 其实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今天中国的汉族比例 居然能达到91.52%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认同这个文化 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不同的背景 今天这么一帮可爱的孩子 就穿了下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服装 说了几句方言 就被你们扣上这样的帽子 就要受你们这样的侮辱 可耻啊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 被亡国被外族统治的例子数不胜数 但是无一例外 谁占领了我们 最后就变成了我们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 经历了非常多的战乱 非常多的苦难 才建立起来这么一套 大家共同认可的文化体系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背景 才能在这个文化体系当中 茁壮的成长 这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 为什么这帮人就揪着朝鲜族不放呢 其实说白了 就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韩国 这帮人的心里就是那种自负与自卑的那种混杂体 就觉得那个时候韩国的经济不错 韩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大陆当时要好很多 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文化 早就不是几千年前汉人的文化了 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文化体系 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做到只影响别人 而不被别人影响 在漫长的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民族都会在汉文化上 天上属于自己的几笔 今天中国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 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立的状态 今天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 就是汉文化的一部分 而汉文化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觉得看起来他们的文化像是外族 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没有文化 哎呀 朝鲜族的小朋友们啊 这个叔叔代替这帮脑残 向你们道歉 如果你们将来的生活中遇到这样的脑残 哎 你们就这样跟他说 叔叔啊 如果你乖乖的吃两个疗程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 兰州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吧 延边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否认 也是属于今天中国的一部分吧 那么没有了穆斯林的兰州 那还叫兰州吗 没有了朝鲜族的延边 那他喵的还能叫延边吗 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键盘侠 总喜欢嘲笑美国有种族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们 在这方面啊 美国的社会发展成熟度比中国强多了 就因为有你们这帮脑残的存在 在美国有一些华裔 可以很自豪的告诉别人 我是中国人 同时也是美国人 那些韩国人可以告诉其他的老美 哎 我是韩国人 但我也是美国人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的朝鲜族同胞 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所有人 我们是朝鲜人 也他喵的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可以 朝鲜族人在韩国受到歧视 在国内又被这帮脑残欺负 其实我想想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爽 那个给我发视频的哥们比我要年长一岁 但是我能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感受到他的那种伤心和难过 啊 他跟我解释了很多 他说今天在朝鲜族的学校里面 我们都是要学汉语的 然后我们也是遵照国家统一的课纲去学习的 而且他本人呢也不怎么会说韩语 他跟我解释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跟我解释的越多 我自己内心里面越难过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哥们啊 我知道你一定会看这一期节目 我真的想告诉你 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 你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解释 你们就是中国人 用你们觉得舒服的姿势在这个国家活下去 这就是你们的权利 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去韩国发展的朝鲜族同胞 今天咱家里发展的也挺好的 如果在外面受欺负了 不舒服了 回家来 这个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 哦 对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好奇大叔 在他的第一次直播里面呢 就推荐了一下我的频道 没想到大叔的第一次啊 我也插了一脚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个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也希望你们去多多支持一下大叔 如果不知道好奇大叔的呢 也希望你们去订阅一下 去订阅一下 好奇大叔呀 讲的比我强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加分享 如果之前已经订阅的小伙伴呢 请看一下你的订阅按钮 是不是被取关了 最近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请您多多留意啊 顺便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